Amanda是獅子 大家都以為獅子一定是 外貿協會對不對 但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獅子還滿 比如說像Amanda剛剛講得很對 就是對方的時尚品味 就可以壓過所謂的外表或外貌 真的喔 很醜很醜 很矮很矮 很會大版 懂吞搭妳就OK 對 沒有 我覺得獅子還有水瓶系統 是很容易被才華吸引 所以香蕉妳有機會了 是不是 才華 才華更重要 我有商生水瓶 完全就是吃才華 幽默感的氣泡嗎 妳喜歡B-BASS嗎 不喜歡B-BASS會不會聽喔 沒有 你先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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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 你還是先回家好了 你不要 對 那少偉的射手座 還有依林老師的處女座 那真的也不是外貌協會 對 你們是很能夠 這種感覺跟相處 對 對不對 對啊 通常因為外貌一下子 其實射手可能也比較好奇 或者是很容易逆妳知道嗎 就是漂亮的東西看完之後 就會想說其他東西也很漂亮 沒有啦 就會被另外的漂亮的東西吸引住 其實射手會很清楚 過日子就是過日子 所以他會找一個能過日子的 那個太漂亮了 個性有難搞的地方 或者是其實很膚淺 一下要看完了 然後接下來要跟你演一輩子嗎 射手是不要演戲的 很務實 很漂亮 對 這也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人都準備好 我本來就在聽了 這次有甚麼 就是很多東西 非常安全的 也有一點 太可憐了 對 好 有機 所以有一個 如果你想 Vit 在我 我 我也